三个中产档 这次Calvin为我们准备了一个高盛的银行报告 大概是说什么 其实是9月30号 他刚出这个报告的时候 其实讨论不是多那么重要的 但我想是去到越来越多人讲擠题 然后金管局又出来出一些声明的时候 那些人才反过来看这个报告 或者看这个报告的报道 很多人没有看过这个报告的 我都是透过途径才找到这个报告 我今天就想讲这个报告 报告那些人怎样召唤它呢 有很多报道就说 香港人越来越走资 有某个KOR说 这个月就走1000亿 下个月就走2000亿 下个月就走4000亿 下个月就走8000亿 香港的金融制度一定崩溃 大佬那条数字不是这样算的 好 回来吧 其实我也是因为听过那个 好夸张 才有提醒 哪个 活势如然 哪个 才会那么紧要 我才想找回原本的报告 述回究竟有这个报道 大家可以听到 很多报道 不少的报道 他的观点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说 不要加火了 尤其是他讲到故事 始行层 因为香港很多人 看存款就越来越少了 另外一方面就看到新加坡 存款不是新加坡人 外海内放进去的 多了100亿 多了 于是就说 那就是走资 就是由香港走到新加坡 而故事就是说 香港人觉得 拿港币不稳定 转美金 转美金放在香港 都不稳定 于是转完美金之后 拿去新加坡 故事就是这样的 于是乎 我想有部份的人 可能真的会这么做 另外一部份就是 看了个报道 说有人这样 高盛都说 大行都这样说 不是说 那个什么 什么沽东大黄那一位 整个在推特上 那个人已经很权威性了 香港已经有高性抵抗 是的 那个人大家当他是炒鬼 他就吹了 他由三、四月开始吹 很少人当他是炒鬼 很多人都当他是真神 现在港元会议率 就是会脱欧的 崩溃 这么说 不是 你不能够作为炒鬼 你不能够这么说 炒鬼都可以是真神 索尔斯不是真神吗 是不是炒过人真神 是矛盾的嘛 但是他说了很久 这件事还没有发生 总之 很久了 很快了 四月已经说了 下年来了 脱欧了 下个月就来了 可能下个月 他说了这件事 但是我认为连高盛 那些人都觉得是这样说的时候 我想那些人会信多一点 我今天想说 其实高盛的报告是什么呢 因为很多的报道 包括刚才你说的一些这样的舆论 我再插到他 那个不是炒鬼 你知不知道怎么形容他 什么 他是宏观 著名宏观投资者 这个投资专家 这个 投资专家 这个 是的 但是你看到Juner 他经常说很多奇迷的事 是很离谱的 没有发生到的 总之 但是大家怎么看 我不知道 但是我不会觉得 他说的东西 很有说服力 但是一般人会觉得 如果高盛 都是这么大的公司 出的报告都是这样说的时候 又说到似曾曾有 多少十亿的美金 在香港专家 在新加坡的时候 大家的关注度 就会高了一点 我今天就想 说一说这个报告 究竟他说了什么 你们大家有没有听到 一些新闻 或者除了你有留意 KOL 或者报道大师 你有没有留意 有没有留意 有没有 我这么说 我认识很多人 例如网上 或者他们都会走 我都会觉得 我有朋友 也会有些朋友 会走了 但是因为 如果做了一些 Super Rich 他们已经是 一些东西分散了 他们是最大的 香港的砖头 我想 不是那么容易 把砖头搬走 手头是Cash 这样转便容易 他们手头不是那么多 Cash 有用 Cash 不能转 因为Cash 我转了 再转 这样说 因为都走了很多 所以今天 如果你转 因为今天是低位 如果今天转了 如果明天是买 其实是亏的 大家不要以为7.8%就是7.8% 我忘记了是0.1%的 7.8%之类有一个上限 下限 所以 其实你买卖 如果你是什么 你真的有机会 涨 你会亏的 因为现在是低位 息口又不不一样 你持肥金的话 息口可能就差一点 总统是有些花费的 有些花费的 但只不过问题是 究竟如果是觉得 下限很大的时候 你觉得他真的会 譬如刚刚说 反蒙面法的时候 他用更加法的话 就吹到说 你更加法的话 你可以用更加法 然后凍结你资产 不允许外汇管制也行 这不是关于恐慌的事 你不看好香港经济 你就可以投资移到海外 不一定是因为 现在很乱 香港港元随时崩溃 而要移走一些投资 其实早在这个6月之前 我们身边很多人 都陆陆续续去海外买楼 转移资产 只不过现在 我觉得要转移快一点 因为 势跌的势可能更加明显 你不能够 不看好香港经济 还有香港现在有很多暴乱 拉一起说 因为两样东西都会做同一件事 但是动机不同 但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规模有多大 还有会不会说到 说法是令到 香港的银行体制崩溃 你考虑了 高诚说 高诚说 原文说什么 原文的标题就是 Deposit Tracker Argusor Motors Outflows 就是说其实不是很大件事 就是一个很平稳的 有资 跌了多少呢 8月 8月的存款 跌了1.6% 其实跌了1.6%是很低 它再称回7月6月 是很平稳的 7月都很平稳 8月开始跌了1.6% 其实不是跌得太多 OK 接着再看新加坡 它不是说 trag着这些钱 说我在这里 抽了 扔了去新加坡 没有这条数大家看到的 看到的就是说 知道香港 看香港的数 独立体 看香港的数就跌了1.6% 另外有独立体 看回新加坡的数 新加坡的数就是升了 升了一个比例 于是估计了 是不是香港的钱跌了 然后就掉了新加坡 看不到的 其实 但是你看到新加坡 是不是突然多了 看到多了 但是多了 是不是之前有几个月 之前有几个月 新加坡是连续三个月 慢慢多上 就是香港没有少到的时候 新加坡也有多了 香港没有少到的时候 新加坡也有多了 但是你可以这么说的 你多个港股就是说 原来可能香港应该继续多一点 只不过新钱不来香港 就去了新加坡 都可以说得通 但是很明显 就不是说 那段时间 就不是说 As a Net 在香港抽了钱 就走了去新加坡 因为新加坡由 六七月开始 慢慢逐步 那条数是在升的 我讲两个想法 关于两件事的想法 有两个想法 第一个想法就是 其实 香港在这么多年来 它本身就是一个走资的地方 就是它一向都是生产的钱 而且这些钱走 那么多年来 我们都是移民过去 它一向都是一个人口的出口港 和一个资本的出口港 这两件事 是这么多年来 都没有改变过的 这次也没有理由 我不认为是很大件事 这是很正常的 第二件事又要讲一些历史 曾几何时 我记得很多有息知事 都在罵金管局 他们说 用什么用这么多钱 一旧就够捍卫 一旧就够捍卫 那个叫做联系汇率 用什么这么多资金 浪费钱 不如就走入派室 现在就反过来 大家很羡慌 那些人就说 香港崩溃了 同一群人说 联系汇率就不够来 不够手 那些人说 你为什么要去捍卫 那你便证明了 以前金管局是错的 对不对 以前你觉得 金管局是太多钱 今时今日 仍然是太多钱 因为以前已经不够钱 现在你就有资格 说不够钱 你就不能以前说 金管局是多少钱 现在就没有一个月一千亿 两个月四千亿 三个月一万六亿 这样就走光那些钱 这样就不可以了 我觉得那些人 整个人没有记性 刚刚我的记性不是太好 不过都还记得这些东西 这些人是香港人 但是大家是买的 因为大家的金如机 这个是自我实意 因为他很想香港的抗争有用 所以大家的集体的潜移 都希望香港不够街 如果我搞那么多东西 香港也不够街 那我搞来干什么 曾经今天升几百点 我现在给你一个参考数据 过去三个月高盛华 我也是看高盛的报告 他就说 新加坡的境外居民的存款金额 由香港转过去新加坡 他确认是被转过去新加坡 最多只是30至40亿美金 30至40亿美金 是表示什么呢 就是现在全香港就有6530亿美金 是 那你一个月走40亿美金 你要走多久才可以走到 三个月 三个月才走40亿美金 你要走多久才可以走6千多亿美金 当然它会有个雪球效应 但现在很明显 就是免得那股皮的税都还没算 是的 这就是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说 你究竟是 提到这个数据出来的时候 竟然是比例是多少呢 实际就是 所以我从来强调就是 就是 整个市场有多大呢 很多人没有概念 哇 40亿美金很多钱 对于重要的就是说 对于金融体系 如果是有一个威胁 或者觉得是不稳定的时候 是什么才需要担心 我还要补充 有个江大银行香港分行资金业务总经理 兼联席主管 几花费我 免得开他的名字 他就说 虽然现在港元就跌了1.6%的存款 很少人 但你一直保持着 每个月掉1%2% 很快就跌了 那你要明白什么叫走资 走资的意思是 就是你将你整副身家的钱 全部回去了 你回去了就没有了 你不会说 你不会说 我今个月我回了整副身家 下个月有整副身家 那些人经常都说 现在因为暴动 所以人们就走资 暴动的恐慌性走资 跟我们刚才说过 因为不看好市业走资的分泌 暴动的走资 就是你一定是 整副身家大半厘走 因为你怕马上 你怕下个月就来了 Calvers说港联脱勾 但是你的恐慌性的走资 你就不能够持续 因为你的钱永远都这么多 你不会转完美金 明天你可以再转 另一块同样的美金 所以你就要解释给我 你现在究竟是不是恐慌性 如果不是恐慌性 就不需要害怕 因为他只是不看好香港 看好就会进回来 不是的 因为恐慌性 恐慌性就是这几个月 这几个月就离开了 就不会再有一个规模的东西 有一个再奇远的数据 我再讲完你才回 还有报告里面 大家都没有看过报告 所以不知道 原来报告里面还说 我在写一篇文章也有说 就是说你8月的话 跌了1.6% 那你会说不是的 这是小头来的 就是你的说法 越来越多的 但其实报告里面说 9月 头三个星期是有数据的 其实是升了一点 就是最低限度 最低限度不是很明显 有一个trend 是有一个trend 是人们持续地做这件事 那你说会不会有时有升有跌 还是怎么样 很难说 但是最低限度 我们现在看不到 他9月头三个星期的时候 那除了 不单是9月升回头 年头到现在相比 年头都还是少到现在 是 我这样说 因为人们实在是太蠢 我真的没有犯法 能够有什么 我告诉大家 什么叫恐慌性走资 因为香港不是未受恐慌性走资 1982年 1983年 1967年是受恐慌性走资 我们大家是见恐慌性走资 不过那些人 可能太年轻 就是新楼没人买 全部都冻到空 不是不单 因为新楼不会无人买 新楼可以断 而这些旧楼突然说 我便宜两成 买给你 没错 你会见到楼价 磅跌几成 然后大家唱着钱就走资 大家的身家全部都在楼上 全部你还会见到一些 或者有钱人 有整幢大厦卖出来的 然后有几个人 论永延 那些怎么发达 就是永恙集中的 就像赵世仲以前 很多人都是相当 你做或计师 那些人是或计师 建筑师 钱无钱 我以楼代败 我以楼代钱 我把所有资料都交给你 那些人突然说 够了 那我收楼 出楼 每个人都这样收楼 为什么 然后过了发出败 不要理 但是你现在未见到 势价卖楼 就是大概楼价跌了40% 30%至40% 然后唱资 那你就会向风声走资 现在怎么走 就是这样 那个人 握住一栏楼 2000万的 欠银行800万 自己握住300万现金 你会不会将200万现金 汇到外国 你不会的 你都要供一下楼 生活 最多是对不对 就是你永远走不到资 你一定要订楼才走到资 还有我们之前说过 有一集说 禁钱这件事 究竟又是影响在哪 禁钱是不会禁到 银行的崩溃 M1只得那么多 就不会搞到M2M3都收起来 纯粹靠禁钱 这件事是发生不了的 所以真是 真是没办法 就是那个不理立场 但是有些事实 大家应该会知道 基本常识 你应该要有的 好 这次就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